你看到這個可能是大學課程 因為大同大學兩位大三女學生 奇墨作品被廠商出版 這也是全台唯一把桌遊 納入必修科系的學校 丟出一張紙牌 蓋在桌面上 桌子旁四位玩家大玩猜新遊戲 要猜牌面上的圖像 是否和手中握的牌相同 仔細看他們玩的不是撲克牌 而是學生設計的奇墨作品 第一個在家裡我們每天都會使用它 這款叫做交換禮物的桌遊 利用五大類的生活物品 用簡單的圖像加入遊戲規則 被廠商向眾出版一千套 現在已經賣出五百多套 學生們表示從設計到做出成品 他們歷經一番波折 為了要符合我們的理念 可是又要讓它的機制 就是問題剪到最少 所以我們都一直測試 測試很久 然後很難達到我們的理想 從期中到期末 應該有兩個月吧 就測試了很久 因為一直覺得哪裡有問題 又一直改 然後加上第一開始的 就直接被砍掉重電 所以又重新想的 帶著眼睛的郭同學 從小就喜歡玩解謎遊戲 而蕭同學則是喜歡設計畫 雖然兩人高中讀的是第一類組 不過未來他們都想朝遊戲設計師的道路前進 是第一類組他不會寫程式 他不會寫數位遊戲 那這個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希望他們家是一個遊戲企劃師 設計師 那他可以把它構想 然後落實在他們去做數位遊戲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整個在課程設計的時候 一個想法 如果你贊同這個法案 請你把表決卡穿的那一面翻出來 近年來桌遊慢慢的在台灣遊戲市場中成長 玩遊戲不再只是手機 電腦和遊戲主機 回歸到最基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玩遊戲也能訓練邏輯 語言和圖像能力 而學生通過玩桌遊邊玩邊設計 還沒有畢業就已經被廠商青睞 有電TV 王浩卓維基 特別報導